還有真相跟答案現在在找的是 有三名的警察被控動用私刑 桃園縣有兩個年輕人 他們沒有駕照又不戴安全帽 騎摩托車被攔檢的時候心虛落跑 被抓之後呢 他們就指控說警察揍人 還逼他們吃狗便便 警察說明明是你們先衝撞警察 而且我們要去抓人 哪有時間去安排什麼狗便便啊 現在各說各話 我孩子就是在這個珠寶店附近被打 在這個珠寶店附近被打 拿出照片 驗商單立委林國鎮痛拼警察 非法淋虐驅打成招 甚至比少年吃狗的排泄物 簡直惡劣 叫他們跪下去 叫他們吃狗大便 而且是肝的大便 叫他吞下去 小孩子回到他姐姐的家 頭痛得不得了 因為被抓起來用撞 被用手機敲頭 淋虐手法文索未聞 照片中一名少年 臉頰明顯擦傷 紅腫 另一人額頭腫起一個包 到醫院檢查 頭部胸部腹部都是傷 8號凌晨兩人無照騎車 又沒帶安全帽 被桃園縣南坎派出所的圓井藍茶 奇蹟之下逃跑 沒想到被抓回來 竟然被無情虐打 鄰國鎮也公佈 少年的錄音 兩名少年描述符合 都說圓井毆打又逼他們跪下 不吃排泄物就猛菜 少年家屬氣得向警政署投訴 但警方卻也不理不睬 圍捕的過程中 我們這兩位少年 一直衝撞我們的圍捕線 告我們兩位的同仁 我們都尊重雙方當事人的一個說法 少年都是高雄人 其中馬姓少年趁暑假到桃園投靠姐姐 徐姓少年北上找他玩 卻被毆打逼吃會晤 身心受創 舞照駕駛沒戴安全帽 兩少年違規在先的確該罰 但圓井沒依法懲處 還動用私刑逼吃排泄物 可惡手段已經失去人民保姆的資格 專屬台北高雄綜合報導